大家好,我是兰兰 我刚洗完澡 你看上岁数了吧 这个眉毛都清了 年轻的时候我这一字眉可重了 头发也掉了,连眉毛都掉 然后呢,还画画眼影哈 平常,今天也不画了 口红也不画了 没心情 都说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不是这事就是那事 我最近呢 倒是跟张哥的关系啊 缓和了 哎,我们俩不生气,也不打架了 我发现这男人呀 你要一天啊,管他这三顿饭 他就美得屁颠鼻颠的 让他干嘛干嘛 反正我也得吃嘛,是吧 不就做个饭吗 他呢,现在也知道心疼我了 其实还不错 吃梨还知道给我拿口梨 我还挺感动 以前都是我喂他 今天他吃还想着给我一口 哎哟 我今天呀,吐槽一下我们家老二的 这孩子可把我给气着了 以前我俩呀,一有分歧哈 我都忘了因为什么了 反正没什么大事 但每次呢,他都哄我 哎呀,妈这,妈你真美丽 妈你这个,那个的 我呢,特别好哄 可是今天我就下定决心了 他再说什么好话,我都不搭理他了 哎,你们大家给评评理 你们说,这孩子 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啊 他不是上班了吗 哎,怎么说呢 反正 他不是我带大的 所以他好多的一些习性啊 我都看不惯啊 我都看不惯 我管他,他也不听我的 他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吗 隔代人看孩子疼啊 吃东西追着后头 什么都给安排的好好的 我每回一上他那楼给他收拾去 真的,用不了半个小时 他呢 从小吧 他穿的鞋都是名牌的 所以呢,名牌鞋舒服啊 普通鞋他穿不了 上了大学以后呢 你给他钱 吃饭的钱 他攒着 所以大家什么 老今儿一看 哎,别舍不得吃 就给他钱 他就攒着 他就买名牌鞋 他那一双鞋呀 几百上千 到后来他都不敢告诉我多少钱 说一次 我骂他一次 我跟我家老张都不是他这样的人 这上班了 天天打车 他告诉他累 天天坐在那儿 就叫,叫车 我也看不惯他 人也没花你的钱呀 但我就生气 我说这孩子是吧 天将将大人 于斯人也 必先苦习心智 牢记筋骨 恶习体身 空乏其身 增益其所 不能 小的时候 我特小我就背下来了 我就拿他当座有名一样的 来激励我自己 对吧 就你人就得吃苦 你不吃苦你怎么享福啊 天天打车 周末的时候他男朋友来了 我说那个 他又打车 他男朋友说 阿姨现在便宜 一次才八块 我说坐地铁四块 坐地铁都够贵的 要我连地铁都不坐 是吧 坐一趟车 公共汽车就能到 他不 他坐地铁 他告诉下车走的多 他先累 他是 最近老加班 加班倒挺晚的 这一歇歇了快一年 这一上班可能不太适应 是吧你不能天天打车呀 好上班一个月 恨不得一个月他都打车 你挣 你挣钱了吗 还没挣钱 你先打车 我就看不上他 然后呢 我跟老张出去遛弯去呢 我也兜了 我说这孩子 也不知道随谁 百家玩意儿 我说天天打车 然后老张说 便宜 他打车便宜 要不然四十多呢 这就是吧 差那么多钱 才八块钱 他那意思就别让我生气 打就打去呗 你看 他特别护着他们家孩子 他怎么省都行 他们家孩子 人家从来不愿意 你没说过孩子一句 说什么 你乱花钱 你没有 就我天天叨叨叨的 人也不听我的 然后等 今天为什么打架呀 他那鞋吧 他那个鞋盒子 我得在阁楼上 那过道那 一堆呀 全是他的鞋狠的 阳台 装不下了 他往阳台扔 他往屋扔 我现在鞋臭啊 我说你上阳台扔阳台去 结果呢 人家穿完袜子 人不洗 你那袜子 你周末了 你休息了 你是不是洗洗袜子 也不洗 原来我都给洗 后来我不管 他就穿完一双 塞那鞋里 然后给我气的 我就开骂了 他还骂我 说什么 算什么病呢 你说 他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说小子 你给我记住了 从今以后 你的事我再也不管 饭我再也不做 你回来 你爱吃不吃 现在他每天晚上 不回来我给他做一顿饭嘛 反正我也给他瞎糊弄 他也吃不了多少 你给他做多了吧 他给你剩一堆 第二天我们还得吃他的剩饭 今天我没管他饭 中午叫他外卖 晚上他又叫他外卖 就这孩子 所以说这孩子 真的你得从小带 你不带吧 他不听你的 你说当妈的能 不是为你好吗 要不然我早回天安门 他求我 让我给他做饭 下礼拜 我还说出去去海边呢 这他昨天还求我呢 妈你先别走呢 我最近老加班 等我什么时候不加班了 因为刚开始上班的 就是一个比较忙嘛 我下礼拜四 你再走吧 那会我就 我就不忙了 我跟老张说呢 里边咱就走 里边又上我妈那儿看上去 里边就走 管你爱吃不吃你 没良心的孩子 气人 你们说我这么做对不对 你说这孩子是不是该骂 二十五六的人 二十六七的人了 你还天天骂骂骂的 我该你的我 要不然今天的粉丝说 来了你就长点心吧 你为谁活呢 你成天还给人送菜 你还管这管哪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你 真是的 我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我你管了吗 你还不愣好啊 不管了 成 今儿就分享到这 太气人了 简单 拜拜